23日 喀布尔机场仍聚集了大批民众 德国军方说 今天喀布尔机场北门发生交火 造成一名阿富汗警卫死亡 另有三人受伤 在机场的美国以及德国部队也参与了交火 有消息人士称 到22日 喀布尔机场内外聚集了超过2万人 形势在不断恶化 塔利班官员穆塔吉22日说 目前其他地区局势都比较平静 只有喀布尔机场是一片混乱 是美国造成了喀布尔机场目前的混乱局面